国际消息 越南北部地区连日来暴雨酿成灾 洪水和土石流造成有上百间的民宅倒塌 其中安倍省灾情最为严重 至今已经造成了至少24人死亡 16个人失踪 还有14人受伤 统计显示 这一场水患造成 越南超过100间的民宅倒塌 约1000间民宅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有超过4000间民宅还泡在水中 8.2万公顷农作物被水淹没 以及17000只家畜和家禽被洪水冲走 经济损失相当的严重 越南中央气象中心预报 未来几天与世尚未趋缓 灾情恐怕持续的扩大